我们今天正式学习这个论语在讲什么 因为过去呢把很多国学的内容啊 讲到都比较多 我就在想啊 趁现在还年轻 有机会 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 它的一些内容 尤其年轻人啊 更应该去学习 尤其我们的四书五经啊 它不是放在公案上供的 是我们要学的 学而致用 对我们现在的生活 家庭 包括我们在工作中 我们如何去应用古人的智慧 包括我 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一个朋友请我吃饭 他呢 他呢也是我们 国家部委 级别比较高的一个领导 我们聊天的时候呢 跟他在探讨 他还在讲 中国文明 给世界带来的全部都是光明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西方的文明呢 也非常好 但是 我们最近看一下 叙利亚的难民 利比亚的难民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非 甚至有的一家人 为了逃到他国 去避难 很小的孩子 就 葬生在海里 甚至我们在想 西方都在信仰宗教 像圣经的新约旧约啊 天主耶稣啊 但是呢 上帝讲得很好 可是呢 他的子民 落实的并不到位 我们甚至看到 即使西方的文明 在全球的这个 经济化的社会 网络迅速化的 这种社会中 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 在学习我们的文化的时候 在思考一下 西方文化的时候 我们就在讲 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它真正能给人类 带来幸福 这个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中国呢 可以说从炎黄二帝 十足开始 我们的文化 一直以 好理 好德 尽孝 做自己的本分 这是我们的文化的 一些根基 到现在呢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 村庄 看到文庙 所谓 季孔子的地方 你包括我们秦家 有秦家祠堂 像王家祠堂 我去湖南呢 全是祠堂 包括我们 几任的国家领导人 江主席家有 江是祠堂 胡主席家族有 胡是祠堂 我们习主席家族有 习是祠堂 中国人可以这么说 没有全体的宗教信仰 但是中华民族 一直以来 有全体的祖宗信仰 我们中国人 经常提的一句话 都是祖宗保佑 祖上有德 与祖宗 有关系的事情 是特别多的 我们中国文化 跟西方文化 还有个特点 西方的经典 最后的结局 我们看到的 都是非常悲哀的 今天最后结局 都是什么 世界末日 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讲到世界大土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这是我们历代圣贤 他们所期许的 也是所希望的 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今天 要学习我们的文化 甚至我跟这个领导 聊天的时候 我还在告诉他 我说我们现在 可以不提宗教 中国人可以信 世界上国家承认的 任何一个宗教 但是 我去很多地方 看到中国人在信 所谓的天主教 和基督教的时候 闹出很多笑话 这是我们中国人 不应该发生的 我去河南信仰 那个地方讲课 当地官员告诉我 河南呢 应该是文化 底蕴 都是非常深厚的 一个身份 竟然呢 很多村庄 因为全村 开始信天主教 把当地的寺庙 祠堂 都会毁掉 甚至呢 聪明都会讲 他们是上帝创造的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觉得是非常悲哀的 为什么这么悲哀呢 我一直在讲 世界上最出名的奖项 就是诺贝尔奖 我们知道他非常出名 我昨天给这个领导聊天的时候 我就在讲 应该诺贝尔和平奖 不是颁给美国总统 而是颁给中国的历代 这个主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世界上发生了 几件比较大的事情 16年 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难民 欧洲里面 最出名的国家呢 是德国 德国政府接收了 100万难民的时候 德国政府 都已经 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 困惑 和波折 甚至要求 他们接收的难民 在公开场所 伊斯兰教徒 不能待面杀 甚至他们国家 在很多 重大节日的时候 民众呢 非常的紧张 因为 因为只有一百多万难民 但是我们中国想想 中国政府承担了 全球 五分之一的人口 试想一下 要是中国出现 动乱 难民涌向全球的话 我觉得是全球性的灾难 光我们中国政府 解决了世界这么多人口的 衣食住行问题 都是世界上 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是不可否定的 我们看利比亚 也就六七百万人 从卡扎菲去世以后 我们看看 利比亚是什么状态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难民 尤其小孩子 饿到 像干尸一样 十几岁的孩子 才三十多金 我们有时候看到以后 是非常痛心的 联合国也成立了这么多年 致力于和平 但是我们看到 大国在欺负小国的时候 像美国注入这里的 所谓很文明的国家 好像并不手软 真正这些小国家的富人 都远离了他的国家 受到可怜的 都是这些平民 妇女和儿童老人 我们看到以后 都是非常痛心的 究其原因 我们有时候在想 联合国的重则 是对一些平均国家利益的 诸如像一些富一点的国家 你比如美国 动不动威胁联合国 是不是 我跟你不交会费了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种状态 并没有给全球 真正的带来稳定和相和 也没有把 天主教基督教文化 真正的去落实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 思考的一个问题 尤其最近呢 很多朋友给我推荐了 一些难民的照片 哎呀 我看完以后 确实觉得是非常痛心 都现代这个时代了 像我们都富裕的 据说中国人 一年浪费的粮食 就价值几百个亿 全世界至今为止 竟然还有十亿人 吃不饱饭 我们看到这种数字 是非常惊讶 竟然每天 几分钟就有一个 四五岁的儿童被饿死 我们听到这种数字的时候 都值得我们 现代的各国领导人 去思考这个问题 包括所有的人民 都应该去考虑 表面上是财富的差距 或者是武器的先进 与不先进的差距 究其原因 还是道德的差距 孔子呢 他的这个特点 论语的核心 就是忍者 他在全世界的影响 是非常大 总结了我们中国的文化 从尧顺与汤 文王 周公 一直到孟子 这个时期呢 都是儒家学说 积淀和形成的 一个主要时期 到孟子以后呢 据学者在讲 儒家学说 就没有传承了 孟子以后呢 朱子白家 就齐名了 我们所谓的理学呀 观学呀 法学呀 落学呀 全部都形成了 他们的形成呢 基础 还是以儒家学说为主 只是呢 讲了更多 适合当时 这种文化发展的 这种状态而已 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去研究啊 去学习我们 古人的一本 著作 目的呀 现在的人呢 在学习文化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以利益为主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所有的培训机构 都是教你如何挣钱 用什么样的方法挣钱 但是就没有一个机构 真正的出来 教我们人如何做人 如何做一个儿子 如何做一个女儿 如何做一个丈夫 如何做一个妻子 也不懂得做父母 导致现在的离婚率 各个省份啊 我跟民政局局长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离婚率已经 个半了 其实 一年有50%人的结婚 必有50%人的离婚 说这个速度 离婚的速度 还在增长 这也是我们 值得的一个问题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值得思考什么呢 你看我们现在 去国外坐飞机也很快 去国内很多地方 你看高铁是不是 我记得我那一年 去丽江旅趟游 哎呀 为了省哪钱 坐个火车 跑到空明 就要33个小时 我们竟然 今年 哎 这个高铁都提速到了 12个小时 哎呀 我们就在想啊 和各地的距离 越来越近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 现在人情越来越薄了 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 这也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甚至我们现在回到农村 都没有农村的味道了 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好 邻居盖个房 我按去给他帮个忙呢 为什么呀 说以后我们家盖房 他给我们家帮忙 好像盖房子都省很多钱 他只需要备一下料就行了 啊 找一些主要的工匠 包括结婚啊 老人丧葬的时候啊 哎 村长都会当 这个哎 管理的主任 全村家家都会派出来一个人 出力的 做饭的 显得一个村子啊 特别的团结 一个村子呢 都有一个庙 每年呢 村子呢 老人家呢 都会组织 全家的人 哎 去这个庙里 哎 烧香 为全村人 这个祈福 啊 我们会看到一个村子的人与人之间啊 特别有亲情 包括一个老人去世 全村人都会去烧叶纸 啊 在我们当地是 有一天晚上专门针对全村人的 每一家会派一个代表 来祭祀一下这位人 啊 就是一起相里相亲的一起生活了 一辈子了 他走了 送他最后一次 最后呢 去送葬 啊 圆满就结束了 但是我突然现在发现 结婚呢 不需要每一家再出人了 出钱就行 请服务队 人家来把饭一做 哎 大家都来吃完饭就走了 啊 过去老人去世呢 抬到墓地 现在都是电子化了 机械化了 给他拉到墓地就行 越来越快速了 越来越简单了 反而我们会发现 里面缺少了什么呢 缺少了文化 缺少了礼经 缺少了我们对祖先的敬畏 甚至这几年我们会看到清明节出现 带哭的 带记的 哎 我去不了 没事 我花点钱 你去在我们老人的墓前哭一场 做个视频发给我看就行了 啊 我最后碰到一个带哭的 我问他 不是你的父母 你在墓前哭得出来吗 啊 他说那哪能哭得出来呀 是不是 自己亲爹亲妈的都哭出来 都很困难 还别说 别人呢 我说那你挣这个钱怎么挣啊 他有芥末呀 啊 他那芥末多简单 还有辣椒水啊 是不是 眼睛上抹一下 那眼泪就不止的就流了 反正眼泪流呢 为挣钱吗 啊 啊 我突然才发现 现在啊 对祖宗也用假的手段了 祭祀也不制成了 啊 反过来我们又是在想 在孝顺父母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起到这种忠惊呢 现在我一看 也很难 啊 甚至敬老院 人满为欢 我们有时候究其原因 我就在想 现在有时候 我是80后啊 我有时候在想 哎呀 这80后有可能 成为这个 哎 社会中最后一代 赡养老人的人了 将是第一代 被子女抛弃的人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啊 那这个80后还需要 学一些 古文 学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有这种意识 啊 甚至现在就是80后跟我 哎 同一时代的人 你就问问他 你学学弟子规啊 三字经啊 四书五经啊 哎呀 他们一听 他们说呀 没有打麻将有劲啊 说你别劝我们了 我突然才发现 哇 一个地区啊 几十万人 就出来我一个 学习的讲的 这两年呢 有点影响了 大家还觉得 哎 还不错 前几年大家觉得 哎呀 又在搞封建迷信 说孔子都被打倒了 你还在推广这些东西 哎呀 我们要沉思 这个问题啊 沉思没有了人情味 农村也没有人情味的时候 那我们 的幸福要建立在 什么样的地方上去 啊 我们再回头想一想 现在的匿郁症 年轻化越来越多 啊 你包括老年人的狂躁症 妇女的更年期综合症 各种的这种 精神类的疾病 年年在增长 我们好像过去哦 没有这种病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甚至我们在网上 也可以看到 自杀群 自杀客户群 特别火爆 自杀的都是年轻人 甚至几个人约一起 啊 网上有很多人提供 自杀的方法 如何自杀 如何怎么去做 啊 大家都会说 哦 这都是压力太大 究其原因 是我们没有学习 古文 没有学习圣贤教诲 把我们内在的父子之情 母子之情 夫妻恩爱之情 手足血缘之情 朋友相信之情 全部断掉了 可以说 人与人之间 现在是用人朝前 不用人立马就朝后 最明显的是光语 关语啊 我会发现 在台上的时候 你看他门庭若势啊 一听说马上要退休 立即没人去了 最近有时候遇到官员 跟我说 哎呀 秦老师 你这好呀 我说为什么呀 说你看你学生 对你多好 你一个文盲 把你的所有东西 都给你整理整理 又成书的 又成文字的 就出来了 哎呀 说我们这些当官的 当官的时候 大家对你还挺踪敬 一旦退休 没人理你 你这是走在 任何一个地方啊 哎呀 你的这些朋友 都对你特别的好 不光是好 还非常的正心 一点都不虚伪 那我们究其原因 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 要向哪里去寻找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是住别墅吗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是有了钱再换老婆吗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是有了钱去吸毒 去嫖娼吗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是建立在有了钱 在买私人游艇 私人飞机上吗 甚至我们去国外 买着中国制造的 马桶背回来吗 我们的幸福 到底在建立 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去 今天我们吃得越来越好了 穿得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经济 越来越发达了 我们出门进门 都是小汽车了 但是医院的病人 没有点少 癌症一年一年的特别多 离婚率越来越来越来得多 好像我们今天 表面上是物质幸福了 很多人说是物质幸福了 精神贫穷了 有些人就说 我们今天迷失了 究其原因 我们今天要向祖先 问道 要向我们的古圣先贤 求方法 如何能向我们古人讲的 我们在五世同堂的时候 四世同堂的时候 这种家庭 过去是非常多的 我们家过去都四世同堂 我有孩子了 我爷爷还在世呢 那都四世同堂 现在我们看 三世同堂的都几乎没有 为什么 一结婚 马上分家 跟老人不住一起 老人 哎呀 找借口 老人他吃的 跟我们吃的不一样 想的不一样 有代购 老人现在一想 这封家实际很好 不然我们跟保姆一样 年轻人 天天在那刷屏看微信呢 老篮口干什么呀 又是保姆 又是做饭 又是打扫卫生 还要管孩子 分开了老人也轻松 即使分开了也不行 为什么呀 年轻人有孩子了 也要送老人那去 你说是保姆吧 好像也不对 为什么 保姆还要发工资哦 每周必须有一天假 这法定的你不发工资 他给你不看孩子了 是不是 哎 你说是父母吧 又干的是保姆的工作 哦 本来退而休息 是退而不休 很多老人是退休以后 比不退休的时候 还累还苦 花着钱管着孙子 哦 小孩跑得还快呀 这老头老太太呀 爹爹爹爹 这个孩子要是 哎 管好了呢 儿女张嘴闭嘴都会说一下 哎呀 你看我们教育孩子有办法吧 孩子要没管好呢 出门给人一讲话 就是都是他爷爷奶奶管的 我们有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到底缺什么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缺什么了 啊 面对自杀的群体 面对疾病的群体 面对离婚的群体 面对现在 动不动大家都浮躁 你看我坐高铁的时候 哎呀 同样是中国人 还是同样是陕西人 一个把一个没注意碰了一下 都能破口大骂哦 我们要想我们是炎黄子孙哦 同根同源啊 我们相互包容一下 是不是 挺好的事情啊 啊 甚至去国外的时候 国外人对我们都还没问题 你凡是遇到中国人 你还要注意 为什么呀 你认为他是中国人 跟你说同样的语言 哎 同样的皮肤 但是你要注意啊 弄不好他把你就骗了 我们有时候在想 人为了钱 不择手段 骗同胞 骗亲情 啊 很多知己 究其原因 我们还是一种文化的缺失 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要重新的去对我们 哎 四书五经啊 孝经啊 国学的一些东西啊 哎 我们要去深刻的去了解一下 尤其年轻人 我是零五年开始 啊 零四年见完西云大师 受他的启发 开始热爱这些文化 好 热爱上以后 我零五年 结的婚 我学习最大一个好处啊 哎 跟我太太关系处得非常好 跟四位老人呢 关系也相处得非常好 啊 我从学习了以后 不敢说对别人产生什么的影响 首先对我自己 我自己的感受是 家庭越来越幸福 人生越来越有方向 更懂得如何做好一个儿子的本分 女婿的本分 丈夫的本分 父亲的本分 公民的本分 在公司做好员工的本分 啊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我突然会发现啊 学习了古人的东西以后 用于现代的生活 我会活得更有人情味 我会活得更有激情 我会活得觉得自己更有价值 我会在这个社会中 以不变应万变 别人都可以骗我 也可以攻击我 也可以说我 但是我对所有人都保持 我们是同根同源 你可以害我 但是我不害你 来 我惹不起你 我可以夺起你吧 啊 学习过程中更有智慧 如何能化解家庭矛盾 工作中的矛盾 人与人之间 如何增长了自己智慧 不被别人骗 还能引导更多人回归家庭 净好自己的本分 来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啊 越来越有自信 这些我就其原因 都是 哎 我们 历代圣贤 所教会的 这些文化知识 给予我们的方法 啊 这也就是我就开始发行 哎呀 有时间去讲课 去学习 啊 如何把古人的智慧 我们今天学古不是为了复古 而是古为金庸 啊 西方的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学 把它变为 扬为中庸 学他的精华 而不是学他的脏谱 啊 我们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啊 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 智慧 德能 包括我讲风水的时候 也告诉大家 所有人出生 都是好命 都是好运 今天命不好运不好 所有的东西都不好的前提下 是我们没有把内存打开 我们没有把我们潜能给激发出来 我们今天随波逐流 我们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面 做了不是人做的事情 我一直在琢磨啊 这佛教有个六道轮回 我也就在讲 今天你在做人事的时候 想人的福 做鬼事的时候守鬼的报 做畜生的时候啊 就要受畜生的难 做神做的事情的时候啊 你就成神了 做圣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成圣了 那做佛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成佛了 同样是一个人 可成为圣贤 也可以成为 出生恶鬼 那这个路啊 由我们自己去选择的 我们今天 要为自己的幸福痛苦 是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的 我们今天的人生 不是受一个神 或者佛控制 更不是受八字 属相 坟地 而所影响 能影响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思想 行为而已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明白了 这个前提 你再去学习的话 你就进入了 不然你进入不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